今天要來示範植物皆知 這是酪梨樹幹 要先去掉這個樹枝 接著要割開樹皮 割開樹皮的目的地 是為了要方便插入別種樹枝 我們這次要接的是桃樹的樹枝 底部要解出斜頭 因為兩種不同樹枝的面 互相接觸連結 才能夠接得緊密 這個酪梨樹它的養分 就能夠傳輸到桃樹上 這時需要用防水膠帶封住 就能夠接得緊密 因爲曾相接 才會有相接 因爲有離別 才會思念相接時的美開 才會思念相接時的美開 經理 或許像一條河 把你我分在兩岸 在我們彼此的心靈 卻不會因此而疏遠 當我們再見面 讓我們看見 神在我們身上 好 桃樹枝要修短 這樣子養分才容易到達 我們要再用透明膠帶封住 要包起來整隻都要走 這目的就是為了讓樹枝之間 不能有透氣 否則這樣子就無法接枝成功 最後套上塑膠帶 是為了避免日曬 使這個桃樹樹枝曬乾 這個鐵絲綁緊一點 我們等待一個月後的成果 哇發芽咯 發出新鮮的嫩芽 成功成功 成功接枝 期待之後長大結果的時候 我們再錄給你們看 你們也來試試看吧 請訂閱按讚分享我的影片 謝謝